今晚深喉嚨 永多深 化多深 卖場民眾拿著收據和商品到服務台辦理退款貨 只要符合退貨機制 卖場通常都會協助受理 但日前卻有大卖場員工在網路PO文指出 中元節過後出現退貨潮 把貝過的商品拿來退貨 其中理由竟然是家裡不能吃貝過的東西 但是其他顧客或許也有人的宗教信仰不能食用 語氣中充滿無奈 買了以後就買了 幹嘛要退 對神明不敬 也對鬼神都不敬 不應該這樣子吧 可能這邊賣場他也沒辦法判斷是怎麼樣的 量販店中像是家路府跟大潤發 只要在30天內攜帶發票 以及維持完整包裝就能退貨 美式量販店就算商品已經拆封使用 依舊來者不拒 至於頂好超市雖然期限只有7天 但可以到其他分店退貨 為了提供消費者方便 業者對退換貨規定不會過於嚴苛 如果因此造成普渡退貨潮 不僅讓業者困擾 恐怕在宗教信仰上也不太恰當 就退貨這個行為來看 當然是相當道德啦 但從信仰者來看 這些鬼已經吃了你買的公平 無論是什麼原因需要退貨 如果只是貪圖自己利益 將連帶造成別人困擾 看來在民眾的道德感上 也得多多加強 記者陳正茂謝偉 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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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